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做珊珊 台湾的气象钉维持是中度台风的规模 而日本已经把它降级为强烈的热带风暴 珊珊台风之所以诡异在于它的行进过程 特别引人关注 首先是它走得非常的慢 目前为止每小时只走6公里 这比慢跑的速度还要慢 而且它影响日本的时间很长 在还没有登陆之前 日本就已经掀起狂风暴雨 今天8月29号上午 终于从九州登陆日本地区 预计还要影响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日本民众觉得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因为他们已经严阵以待 这个台风长达一周 先前已经在路尔岛地区 发布了非常罕见的叫做 台风的特别警报 这个警报在日本开国有气象单位预测以来 是第四次的发布这个警报 还好现在已经解除了 珊珊台风之所以值得注意 还在于它的行进过程当中 海水温度对它造成的影响 在附近海域的平均海温 大概是27度左右 可是现在已经来到了30度了 高出平均温度3度 而温度每上升一度 都会吸引非常多的水汽 导致于台风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会越来越强壮 威胁也越来越大 木造房屋倒塌 路数被连根拔起 马路上也满是被吹断的树枝 台风深深在29号上午 从日本九州登陆 不止路而到手当其冲 攻其线也一片狼藉 虽然深深才刚登陆 但狭带的巨大暴风圈造成房屋毁损 河川泛滥 土石崩塌等大小灾情 并造成25.5万户停电 交通也因此大乱 九州地区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 西九州新干线全部停市 超过400个航班取消 大型商场超市 还有超过900间超商暂停营业 邮局快递及外送服务也暂时停止 日本气象厅将山山视为 接近最强等级台风 政府也不敢轻忽 呼吁警消人员和自卫队保持警戒 目前山山以如同单车一般的速度 缓慢朝东北方向飘移 气象单位警告四国道九州一带上空 可能会出现现状对流带来更强烈的雨势 虽然气象厅已经针对路尔岛 发布暴风及大浪特别警报 但整个西日本短时间内 都要严防更严重的烟水 土石崩塌等灾情 大约新闻综合编译 每一位残障的运动选手 训练过程都是格外的不容易 这位罗敬文今年刚刚读高中 他是全台听障游泳比赛的冠军 从小他跟教练在游泳池旁边的沟通 几乎都是匕首画脚的方式 他常常勉励自己说 我只是听不到而已 跟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要把人生想得太难 只要不顾一切 勇往直前就对了 展现熟练的游记 仰视 挖视 自由视 对靖文来说通通难不倒 上课前他是先看今天的课表 然后再有有些重点要提示的时候 我就会到水稻前去告诉他 今天要注意哪些重点的事项 我们都是靠手机 然后还有比动作来做沟通 除了和伙伴组团参赛 他还拿下全国听障学生游泳锦标赛第一名 课业上也不落人后 因此获班总统教育奖 一般人能做的 我们只要竞选一做也能够做到 这样子没有差别 我觉得听障其实跟其他生长比起来 算是比较幸运的 听障的话他是只是听不到 就 但是他手脚是健全的 他可以跟一般人一起活动 互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幸运的事 可能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跟经历 在这样的专业以后就可以帮助他 从国中开始 靖文就受到师长鼓励 未来除了朝国际比赛迈进 他也立志念适应体育系 来帮助更多的生长朋友 他克服这个听障的部分 得到这个中文教育奖 算是给我们的名字的同学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纵深一跃 画出一道漂亮湖线 近期的水花 未来还能激起更多的涟漪 带来新闻林家珍 李明华台北报导 明天就是全台国中小学 开学的日子了 您还记得西宝国小吗 这是一所在太鲁阁山上 天降路段的小学 还拔900多公尺 有那么一点点仪式独立 可是0403的地震之后 西宝国小受创严重 加上中横公路也很危险 所以40多位学生就搬迁到平地的 富士国小读书 只是富士国小也有校舍不足的问题 所以明天他们又要搬家了 搬到位在寿风的空中大学 寿风校区来上课 这个孟母三千的过程 对一般的孩子来说 恐怕都是辛苦而艰难的 但是西宝的孩子格外不同 别忘了他们是太鲁阁唯一一所森林小学 从小受到的教育环境 跟教育的涵养体质 都是跟一般学生不同的 所以一再搬迁的过程 对于西宝的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另类学习 他们不觉得辛苦 明天就要开学了 大家充满期待 而在空中大学的寿风校区 现在也开始加紧打扫校舍环境 准备迎接西宝的孩子 要来这里读书整整一年的时间 双喜铁卷门 这里是空中大学寿风校区 8月30号开学日 秀林香西宝国小58位师生 要来这里上课 整个环境都心 老师们都很努力地 要把环境变得更好 然后让孩子来 有一个很棒的开始 一个班级一个教室 然后我们前面可以上课 后面可能就是他们的阅读 或者是他们平常的那个 在室内的活动空间 0403花莲大地震 中横公路柔长寸断 西宝国小师生受困山区四天 从南投接驳下山 返校之路太危险 但孩子的学习不能中断 那最先我们安排在 富士国小的新船馆 那是一个活动中心 在活动中心里面 彼此的感到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希望说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学生 找一个另外的学习环境 让他们比较独立一点点 彼此教学可以安静 然后可以不受干扰 从太鲁格峡谷 来到花东重谷 截然不同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们非常期待 有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大家都睡在宿舍 我喜欢这所学校 因为这所学校比西宝国小大很多 师生们预计要在这里学习一年 等到中恒路况 恢复稳定 再回到西宝国小 百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加勒比海岛国古巴 素来给人相当神秘的印象 但是这几年来 媒体对它的报道越来越多 只不过每一次的报道 讲的都是他们需要 急迫的国际援助 古巴又出现了新的危机 那是跟垃圾问题有关 即便在首都哈瓦那 也是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 垃圾几乎包围了整个城市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是古巴因为长期 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 所以它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 就算是垃圾车的零件坏掉了 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来维修 再者是疫情之后 这个靠观光为主的国度 收入顿时减少 让古巴的经济陷入非常大的困境 最后就是古巴的燃料短缺 因为没有钱 根本无法跟其他国家进口燃料 所以时不时的停电 是古巴人共同的生活日常 那么这一次的哈瓦那 它是21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也是古巴的首都 每一天制造的垃圾量 大概是3万立方公尺左右 哈瓦那是没有做垃圾分类的 更别说资源回收了 所以现在所有垃圾 垃圾车无法来回收的时候 它就通通的堆在街头 这当然会掀起环境的风险 比方说钩端螺旋体的感染 比方说登革热 或者是脏乱的水源 所造成的祸乱危机等等 在在都对古巴国民的健康 产生了极大的风险 臭气冲天 古巴首都哈瓦那 变成一座开放的露天垃圾厂 垃圾车的轻运工作瘫痪 全因燃料短缺 以及汽车零件的进口制裁 哈瓦那镇逐步被满坑满谷的垃圾淹没 发行社报道 这个有着210万人口的城市 虽配有三个露天垃圾掩埋场 现在部分街道上的垃圾 却已堆成小山 还吸引密密麻麻的苍蝇 官方数据显示 哈瓦那街道上 每天堆积超过3万立方公尺的垃圾 大约是1000个20尺货柜的量 相较之下 一年前街道垃圾量还不到三分之一 市政府表示 首都青云垃圾所需的装备 勉强过半 垃圾车数量虽有100台 但这些国外捐赠的垃圾车 去年陆续开始出毛病 在美国制裁下 哈瓦那当局无法取得零件 来维修这支垃圾车队 雪上加霜的是 古巴自2023年起还出现燃料短缺问题 一名匿名的垃圾轻运工说 他每个月为了赚取相当于17美元 约新台币545元的最低薪资 只好把自己曝露于细菌之中 他说很多垃圾轻运工 工作时连一副手套都没有 卫生视察人员告诉法新社说 情况已开始失控 并没闻如今正字意繁殖 引发登革热等疾病风险 好 环境风险的上升不得不重视 再来看在这个国度呢 则是正开始要做环境永续的追寻 那就是乐高积木 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 可以说是老少嫌疑 可是过往的乐高每一个积木 都是用塑胶做成的 意思是越多人玩它的时候 造成的污染就越多了 所以乐高公司现在宣布 他们要全面改用永续材质 来制作积木 巴黎圣母院 埃及吉萨金字塔 日本基路城 甚至哈利波特系列里 荣恩魏斯里一家人的神奇屋 所有小小细节都让人好想组装拥有 不过这些小巧精致的塑胶块 其实都是难以分解的塑胶公害 乐高总公司宣布旗下产品 将主部泰换成再生塑胶 虽然价格较为昂贵 但希望借此善尽社会企业责任 与永续目标 玩具制造商乐高表示 预计在2032年之前 使用更昂贵的可再生和再生塑料 取代优化时燃料所制造的塑胶积木 据全球最大的可再生原料生产商指出 永续积木的价格约为化石塑胶价格的两到三倍 乐高启动永续计划能否达成目标 引发各界瞩目 大海新闻 武贵真编译 而在南亚国家印度 这群孩子别说是乐高了 他们连买一双鞋子 走路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印度夏天非常的热 冬天很冷 不管是齐寒酷暑 孩子们都打赤脚走在土地上 脚被划破了 有伤口更是石油所闻 现在有台湾的厂商 捐赠了6800双的鞋子 送到了印度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来挑选 最适合自己脚的尺寸 孩子们领到鞋子好开心 因为这是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礼物 他们也说有了鞋子之后 每天都好想出门上学 打赤脚上学 在蒂卡比加政府小学 是常有的景象 从今天起 穿鞋子上学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个是从台湾过来的 有人捐赠的物资 所以这个鞋子总共有6800双 此经到每个班级演艺竹筒岁月 鼓励大家小钱也能够助人 没有零钱也能够送上祝福 善念在校园累积 期待这股力量影响更多更广 好 接下来这个故事是 别人笑他太吃傻 他笑别人看不穿 马来西亚有一名男子阿荣 因为年轻的时候曾经吸毒 伤了脑子跟智力 所以他总是流连在街头 看到垃圾桶 他会翻开 把里头的食物拿出来吃 左邻右舍避之唯恐不及 说他实在是没救了 但是弟弟不肯放弃他 把他带到了慈祭的环保站 一开始阿荣到来的时候 志工也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跟他相处 后来下定决心要帮助他 于是从零开始教导他 资源回收的如何辨识这些垃圾 并且在衣食住行上 给他全方位的照顾 15年的时间过去了 阿荣现在已经是环保站里的好帮手 这个故事也证明了 每一个人只要不被放弃 其实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是周錫荣 日德拉环保站重要的主力 他每天在这里好像替我们 在看复这些环保站的东西全部 真的是好像环保站的强注就对 但在他年轻时因为染上毒瘾 健康和智力都有损坏 是社区的头痛人物 个人都是叫他小狼 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散 常常 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 吃人家剩的东西 好像面食 那个饭 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 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 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 他每天下午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 一关不真的在那边走来走去 当时唯有家人不放弃他 带他来到环保站 学习做回收 但在2011年时 弟弟却因病往生 父亲也要离乡工作 他觉得阿英已经在这里很适应了 看到我们持续之工就这样的爱护他 不然阿英就留给我们 也答应了就收留阿英到现在 起初的时候他来的时候 外面的人也会自己讲 这样的人你们怎样去负担 我们持续的人就容易接手下来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放弃的 我知道他有在吃药 那么我就去检查 拿他的药全部搬出来检查 不检查还好 一检查 哎呦那个高血压的药 剩下三百多粒 我就心想说要怎样帮助他 所以就买一些药葛 帮他分配了一个礼拜 我时常提醒 阿英 我妈在不得了 你都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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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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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开始的时候 工作啊什么啊 那个生活上的卫生 就是不是处理得很好 他本身因为 他已经是习惯讲 拉拉踏踏那种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互相提醒他 然后慢慢的有改善了很多 也会去洗衣服洗盘 十多年来在此季 人见人臂的阿荣 如今是人见人爱 一开始我怎么都不懂的 所以还要请教他帮我指路 OK 这边去那边去 这边钻那边钻 他没有愿意 没有愿意的 做什么他做什么 尽尽做 也不想看他生气 真的有心中的佩服他 不被看好的人生 转了大弯 都是因为有爱 人都不懂 人都不懂 这边就有很多人 人都不懂 人都不懂 不用 戴安新闻王哲卫 李佩馨马来西亚报道 关心天气状况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周灵秀 气象看大爱 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上半天又闷又热 最高温在台东 来到了38.1度 屏东37度 还有高雄 也来到了36.9度 不过午后来阵雨 也很旺盛 北中南都陆续下起雨 而且雨势还不小 在南投的中辽 一个小时就下了111毫米 超过了短延时的豪雨等级 不少地方的雨 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 你会看到海面上的台风 珊珊她今天已经从九州登陆日本 因为她的导引气流非常的微弱 这几天前进的速度一直很缓慢 目前持续往东北东方前进 可以看到预报上面 她到9月2号都还在日本上空 不过她登陆之后 强度受到地形破坏 已经有点减弱 前进的过程中 也会继续受到地形的破坏 遇过大概四五天之内 就有机会减弱成温带气旋 回到台湾天气 最近一周天气大多都是上半天 多云到晴 中午过后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不过雨量上面是今明两天最多 周六开始会稍微减少 到下周二又会再变多 还要注意的是 台湾处在大低压带里面 后期还要再关注 低压带里面会不会有新的热带系统 发展出来 仔细来看降雨的状况 明天和今天类似雨会比较多 各地都容易下午后雷震雨 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星期六到下周一 整体水气稍微减少 天气相对稳定 午后雷震雨范围 还有雨量稍微缩小 来到中南部的平地 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 下周二到周四 水气又会增加一点 各地的云量还有降雨 又会稍微变多 生活发暴命抓气象重点 明天天气一样要留意 局部地方高温 可能会超过36度 要多多喝水 预防中暑 午后雷震雨可能会有局部 来到大雨等级 还要小心对流旺盛伴随着强降雨 雷震还有强震风 一晚到清晨 最近马祖都容易会有雾 有大气计划 要多多留意相关资讯 中度台风山山 登陆日本 对台湾的影响 主要在北部还有东部沿海 都要小心长浪 接下来看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经学一则重要的慈悸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010年慈悸大学 首度举办了模拟手术的教学课程 这是邀请一些已经在职业的医师重新回到手术房 来做解剖跟各种手术演练 让他们能够精进医学的技能造福病人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2010年8月29号 慈大联合进阶模拟手术 手术台上专注神情 透过大体老师熟悉各式器械 让医术更精进 我来努力学习 慈激大学这个一个真的很好的创解 在全省可以说是唯一的创解 通常是示范限制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大理模拟手术 是完全由学员亲自动手 首次八个国家地区医师进阶课程 在模拟手术中学习精准治疗 减轻患者病痛 每一位参与模拟手术的医师都能有两个深刻的体会 其一是对于慈激医学教育的人文特别能够有了解 其二是每一位大体老师的舍身奉献 他们知道躺在面前的不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而是一位特别的老师 手术之前的那些仪式 还有术后那些仪式 其实都是代表说我们对他们的敬意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 赤赖跟那个荧幕上秀出大体老师的过往 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他们的心是很无私的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病痛 或者走过肾脑鼻子到最后一区 他心里是很不快乐 他什么都不愿意放开来 或者什么都不愿意给 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可能反而是 想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圆满的结束这样子 那其实是蛮值得敬佩的这样子 第一次的模拟手术教学 有了良好的成果跟回馈之后 隔年慈济人医年会当中 就安排了模拟手术教学 而且透过连线的方式 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参与 而专程返台参与人医会的学员们也说 他们在老师身上学到的 似乎不只是技术而已 上了第一课说 我其实来的不应该是学最高科技的手术 而是应该学的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那就是感恩 宗重和爱 慈济大学这个特有的医学人文教育 也吸引了海内外许多专家专程来台取经 其中马来西亚大学就在2012年 也在学校里成立了模拟手术中心 让医疗人文的教育从台湾出发往海外扩展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种好事在马来西亚 能够出造一种多元种族方面的和谐的一种精神 通过大体老师 我们也希望不只在医学上 在人文方面 在社会方面 大家都能够和谐的合作 这相当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华人 这个入土为安 这个往生以后就希望 前世能够入土这样的观念 要改变它确实不容易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回教徒 同样的也是不简单的 不过第一步已经走出来了 我们就祝福它成功 也能够在马来西亚 建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让其他的国家也可以学习 确实2009年华尔街日报 曾经以6000字的篇幅 头版头条地报导了慈济大学的吴语良诗 主题叫做用泪水与诗歌 感恩这群老师们 吴语良诗的奉献 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学生的 解剖课程当中需要老师们 另外在刚刚提到的模拟手术 是专门为在职的医生所准备的 也需要无语良诗的奉献 商人则说 他们是用爱与慈悲 为医学教育写下了全新的篇章 每一个国度里的医疗文化 可能背景都有不一样 可是医疗的技术 应该都差不多能相通 不过这个相通的都是一个爱 为抢救生命而付出 希望我们把这样的爱的种子 不只是医疗的种子 把这一分的生死自在 把他的生命用在最有价值的人生观里 我们要多去宣导 希望人能活得有尊严 希望人能活得那样有价值 在人群中真的要活得有价值的人 古诗有云生时如下花灿烂 死后如秋叶之美 这是大提老师善用了生命最后的使用权 一直到人生的中了 还在为医学教育所奉献 他们真的称得上是 人世间最为特别的一群老师 而大提老师的无私无舍的奉献 也为教育写下了奇迹 每一位医学生的成就之路 都有老师们的悉心奉献 这就是为您回顾历史今天 2010年慈济大学首次的 模拟手术教学课程 接着一位人物故事带您认识的是画家 她的画非常特别 每一个娃娃都有着深邃而大大的蓝色眼睛 仿佛用这双眼认真地看着世界 其实画家本身历经两次重大疾病的考验 还包含了癌症在内 走过外人难以体会的抗癌艰辛 现在她的画作是充满缤纷的色彩 这双大眼睛也许是提醒自己 也提醒着大家要用心用眼 好好地欣赏这个世界之美 神秘猫眼和大眼娃 深邃双眼巧妙逗趣 还有这幅期待 画框外的皮雕灯笼 是作者童年音音期盼的一盏灯 艺术创作投影出她的正向与坚韧 在这个放射治疗室 里面我就会幻想出 里面都有宇宙的蓝光 环绕着我画作的眼睛 都有放出一个蓝色的光晕 因为它也象征的是支持我 给我力量的一个蓝光 她十多年前就曾因疾病 切除单侧肺液 生命再坚韧 也耐不住一次次疾病 忧郁缠身 在病房我都一直画土 我正在画土 后来连组织医生跑来 等她说要不要帮我也画一张 住院时作品有大反差 郁闷躲散下 或是警报不偶 传达对依靠的期盼 高雄市劳工局 以课程协助她才能转型 她一开始学的是皮贱 她做了皮贱之后 要常常去摆摊 可是因为她的身体附和不了 在这计划里面 她把她的另外一块能量 给发挥出来 重生的感觉很棒 生命如此的短暂 那我们不如让她精彩 画出内心风光 她更期待用温暖创作 抚平世间各种伤疤 戴新闻 陈一甄陈立伟高雄报道 雅加达发生大火烧毁了一整片住宅区 此际为一千多人发放物资 透过画面我们带您看到 这一整片住宅区密密麻麻的 在大火当中复制一具 很多人的家当完全被烧毁了 此际发放了物资 还有相关的物资券 让受灾的民众可以采购紧急需要的东西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业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深心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